如果,你看到某行的Facebook广告著名,今晚十一点,日本来回机票神秘疯狂优惠价,只限一百张,先买先得。 天啊,想象一下当下有多少人会允许自己错过这机会啊。 这就是商家常用的FOMO营销策略。 什么是FOMO,不是Fries over my old meal,是Fear of missing out的缩写,等于怕错过。 人类对错过的恐惧,是无法抗拒的心理触发器。 面对现实吧,没有人喜欢被遗忘的感觉。 FOMO营销是一种利用这种心理现象来推广产品或服务的策略。 FOMO营销的主要方法是创建紧急感或稀缺感。 通过这种方式激励消费者快速做出购买决定。 这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实现,例如限时销售限量商品, 或者当你游览他们的网站时,显示有多少其他消费者同时关注或已经购买该产品。 以下是企业运用FOMO营销的例子。 亚马逊在Prime Bay活动中的营销策略。 Prime Bay是亚马逊为其会员专门设置的购物节。 一般持续一到两天,有许多商品打折。 这种现实活动产生了强烈的紧急感。 消费者为了不错过折扣,往往会在这两天内做出购买决定。 一些酒店预定网站,在用户浏览酒店信息时,会显示该房间只剩最后一间或有五人正在查看此房间等信息。 给用户产生一种如果不立即预定就会错过的紧迫感。 再来看看一些品牌,如何使用FOMO营销的例子。 Prime这个街头品牌是稀缺性策略的杰出代表。 他们每周只发布一次限量版新产品,一旦售庆就再也不生产。 这种独特的销售策略使其消费者觉得必须迅速购买以免错过。 星巴克通过季节性限定饮品,比如春季的樱花系列创造了FOMO营销策略。 这些产品只在一年中的特定时间提供,消费者怕错过通常会在此期间购买。 Apple苹果公司在发布新产品时,会对旧版本的产品进行促销或优惠。 这给消费者带来了一种如果不立即购买就可能错过最好的购买机会的感觉。 Spotify使用FOMO营销策略,吸引用户购买其付费订阅。 例如时不时会进行促销活动,比如首三个月仅需0.99美元。 这种有限的优惠时期会促使用户赶快购买,以免错过优惠。 好了,以上就是一些不同行业和品牌使用FOMO营销策略的例子。 关注我,给你更多营销点子,下期见。